為何做更多,可以是很好,又可以是一種壓力 因為有些人說,我要做更多,神先歡喜 但我又做得不夠多,即是神不喜歡 這種就變成一種負面壓力,就覺得做得不夠好 但耶穌用的方法,祂就說一杯涼水,你就不能不得賞賜 你做了一個小事身上,就算是很普通的事,探訪,給衣服穿 神就賞賜了,耶穌給我們不是要做很多才能得到神的歡喜 而是你做了多少也能得到神的歡喜 但聖經也有說,叫我們努力 譬如說,我們都在牆上賽跑,但只有獎上的一日 你就好像這樣賽跑來跑 但同時耶穌也說得很簡單 這個就給我們輕鬆了 就是說,我做了多少,神就歡喜了 於是,我做了多少,我就很感謝神,神又歡喜 我這次在南非有一個意念很好的,神給我 有時候我祈禱,神就給我一些意念 我的意念是什麼呢? 我的祈禱,我不是有時候講說神愛我們 但是,我有一句說話在祈禱,即是今次很領受 當我祈禱的時候,神就很喜歡了 不只是說神愛我們,我一祈禱,神就很喜歡 那我就說,我一祈禱,神很喜歡 我做什麼,神都很喜歡 我為主做什麼都很喜歡 那我心就會覺得,即是,我憑信心 那麼,聖經說了他的回應,我就觸實那個應許 因為聖經說,你有人專心愛我 我就答救你,我就將你放在高處 神說了,我就觸實這句說話 我一祈禱,神就很喜歡 所以,親近神,我可以放鬆了 我一做什麼,神就很喜歡 那這種心態,你就很有動力去做 又不要壓力 做得來又開心,又知道神又喜歡 但又要小心自己,不要有任何的罪 免得一邊做,一邊擦位,一邊驚慕,一邊擦位 這樣的時候,做得很輕鬆 即是說,你都可以一步步進入 因為我見什麼人,我都會鼓勵他 你可以進入,一步步進入,給神,服侍神 OK,好 你還有沒有